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刚因为那个设备问题所以时间拖得有点久 那今天主要的讲题讲说应用machine learning 到你的data上把 那从R开始 首先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刚刚的时候Wuysh已经稍微介绍过了 那我目前的话是任职于趋势科技 主要负责的部分是有关巨量平台的一个建制 还有就是做资料分析的动作 那目前也是台湾R User Group的一员 然后下面是我的个人网页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点一下帮我冲一下人气 OK首先先讲到现在是一个我们所谓号称一个巨量资料的一个时代 那这个巨量资料是什么回事呢 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管各种的资料呢 我们其实都把结构化性的一个资料给存下来 存下来以后呢 那其实以前不管是做一些BI report 或者是之类各种不同的一些分析 使用者呢或marketing呢通常都是希望专注于讲说 我今天有些客户的一些注册资料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group buy 或者average的东西去看整个趋势 或者是一些客户的一些趋势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bdata的era 开始有些bdata的一些ecosystem出现 比如说像hadoop之类一些system出现以后 从这地方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开始把一些非结构化性的一个资料给存下来 存在我们的hdfs 然后甚至可以去跑些map reduce去做一些分析的动作 好可是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就是说 OK我今天有了hadoop 我有了这些这么多的ecosystem 那接下来none化成 我是把资料放在hdfs以后 这整个事件就结束了吗 其实并不然 我们重要的是说呢 我们如何从这些 我们所谓的这些on structure的这些log里面 我们可以去淘金 发现一些就是你可能从来没有去注意过的一些事件 甚至可以去分析就是一些使用者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上比如说在趋势的时候 其实都有用一些使用者的一些点击的一些click 或者一些注册的一些资料 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就要讲到 OK我们这样可以去做这些分析动作的时候 其实一般的分析可以分成三种东西 第一个的话我们号称的术语叫做data margin 那 margin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资料就是可以做一个整理 那这个整理怎么去做呢 可能就说比如说一般的资料清理 encode转换 data etl 你跑各种各种东西以后 然后把资料就是整理成可以去分析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东西呢 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你身为一个data scientist 大概80%的时间都会花在这个上面 这东西整理好以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去run你的一些model analysis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全部run完以后呢 你就去跟你的stakeholder 或者是向一些marketing或PM的角色 去解释讲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run这个model是OK的 可是呢就讲说 在整个data margin跟interpretation的时候 其实花的时间最久 尤其是monogen可能花大概80%的时间 我们要如何的有效的快速的去做一个资料上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这地方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工具来做 那首先先提到一些就是有关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idea 那其实对machine learning 可能有接触或没有接触过的人 大概都会知道说 machine learning其实背后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一些数学式 那老实说我上课上这么久 很多东西到现在还是都听不太懂 所以呢其实你可以 我们希望讲说 但是有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去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跟资料分析的动作 所以呢在 所幸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些电脑提供各种不同一些package 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比如说像RR或是Python这些package 可以把这东西当成是一个黑盒子 今天呢我们把资料呢 整理成是一个organized的一个input以后 你会进这个黑盒子 它就可以output成一些所谓的一些prediction预测 或者一些分类的结果给你 下面的话是一个对machine learning比较formal的一个定义 那在Tom Mitchell在1998年的时候呢 它定义了下面的这些话 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任何的一些分析跟预测 其实呢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是一种归纳法 我们当初呢就是观察到各种的不同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现象 比如说天空中是不是有一片云 那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会有下雨的一个事件 我们把这么多观察的现象 然后最后成为归纳成一个model或一个function 然后用来去预测一个不同的事件 那同样呢对电脑来讲说 电脑也是需要观察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去做一些不同的预测 所以呢我们就去为大量的一个test那个training data给它 透过一些training data以后 它就去observe各种不同的事件以后呢 最后可以就产生一个数学模型 接下来就可以做个预测跟分类的一个动作 那不多说 那我平常是用python做machine learning 不过今天R的场子 我们用R来做这件事情 那首先讲说为什么要用R呢 其实R呢是一个scripting的一个language 所以它是可以做一个interactive的一个操作 那也就等于说我今天有看到一组资料 我很想针对这个资料有去是有些探勘的动作之后 我其实透过里面的一些数学的一些函式跟一些图形 我可以首先用图形把资料的一个大概的状况给画出来 画出来后决定说大概用什么数学模型套进去 所以毛型套进去以后得到出来的一个结果以后呢 再就是不断的去做一次一次的那个验证 然后最后呢其实讲说因为它是免费的 跟SPSS跟SaaS这些东西比起来是免费的 然后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哪些套件速度太慢 你可以就是有比较高度的一些自由化去做一些修改的动作 OK那我们现在就讲到一些有关Machine Learning上面的一些应用 那有些像是推荐系统啊 比如说你今天要买这个衣服的话 它上层会推荐你裤子啊 这些东西可以用Machine Learning去做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影像啊 或是你的pattern recognition 或者是做一些股市的分析 待会下一个讲者会介绍到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有关NLP 就是我们有些自然语言的东西 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让它去辨认说这个磁啊或磁性 或者是接下来碰到的一些状况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像Search Engine常用的Information Retrieval 在Machine Learning这个状况上其实都会有应用到 那比如说这个是韩国这次那个整形女性的辨认 我们当然希望用Machine Learning可以去辨认出谁是谁 不过这个问题太困难了 我不去做这个事情 OK所以我们就讲到现在Machine Learning的话 大概分四个主题 主要的四个主题啦 但有其他更多的在这边不讲述 那待会其实都举个比较商业应用的例子 来去做这些事情 那第一个是Regression跟Classification 去做回归 然后去做分类 然后另外就是Dimension Reduction 尖上你的Dimension 还有去做一些Clustering 就是做分群的动作 那这地方时候呢 通常大家会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叫Unsupervised Learning 然后说这东西念起来很饶口 翻成中文更饶口 叫做监督式学习跟非监督式学习 讲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 到底监督些什么东西 这个又不是什么均检案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Supervised Learning 换句话来讲说 就是说你今天知道这个东西的答案 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答案的话 或者就是等于说有Label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类成是一个Supervised的一个Question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正确答案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同类相西的一个状况 把东西放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做个分群的东西 所以就是Unsupervised Learning的东西 那我们先讲到第一个topic是有关 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的系统叫Regression 那Regression的话就是说我今天给了一群数字 然后这群数字它有相对应到的一个答案 也可能是一个数字可能是个Label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从这些数字里面 给一个新的数字的时候 我可以去预测讲说它可能对应到的 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数字或是Label是什么 那这边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搜集Facebook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讲说你可能朋友越多 然后所收到的账可能也会越多 所以我们去Facebook里面 用那个GraphAPI搜到这些的资讯以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个简单的回归预测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地方记下所有的东西 都用很简单的几行rcode来去示范 告诉你讲说r做这些东西到底有多么简单 那比如说呢第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我是把就是这些资料给收集下来 用个read.csv的东西 就可以把东西给读下来 读下来以后呢 我们把X轴当成就是你的朋友数 Y轴就当成是你每篇post 平均收到了一个占的一个数目 我们画成一个Scalator Plot 然后从Scalator Plot以后呢 刚刚佳琪有介绍到LM这个Function 所以在做这个LM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Linear Fit的动作 那Linear Fit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我今天去产生一条Linear的一个Func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次的一个方程式 然后就可以去做 把这个资料去做个大规模的就是预测 然后把东西点就是Maving到类似的点上去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的话 红线的话其实可以去区别 就是分辨说大部分的一些资料趋势在什么地方 可是你会发现说这条红线好像不够啊 那旁边那些点呢 还有下面那些点呢 我要怎么去抓那些点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二次式的方式 然后Function去做 那这东西也是更简单 刚刚看到上面的时候用LM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Y对X的一个Function 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X多了 多加了一个一次像就是Poly 然后就变成22 变成一个二次像的一个方程式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看成会化成一个就是一个红色的曲线 然后去描述这一组资料 可是你会发现 诶 这样也不对啊 那我朋友数越多的话 是不是我收到的赞就越少 但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讲说这个人是机器人 所以他收到的赞本就可能很少 或者是这类东西了 那最后的话讲说 我们希望说更高次的去做一个Model 所以在地方我们改成一个三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在400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反而就是往上去 好像大部分的资料就可以被Main频道 但有人会跟Critic讲说 诶 那下面那几个点是不是也没有Main频道啊 所以你可以调四次 五次 六次 那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 overfitting的一个状况 那overfitting这个东西怎么去解 那我之后的时候再去稍微箱数一下 那接下的话这边是有一些其他些package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比如说RLM 或GM 它也可以做一些regression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分类的动作 那我们刚才讲说 分类其实也是属于一个supervised question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些sample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它一个答案的话 那我们可以从这地方去training 得到一个model 那之后的话我们再去做些分析的时候 把一些新的资料给挥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预测讲说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model 那这地方我们也举个商业的应用例子 比如说我们取得一个银行的一些客户的资料 那我们希望从这些银行客户资料 知道说有谁去做那个定期存款 那这东西呢其实也很简单 所有的classification其实都一样简单 你只要把资料整理成下面那个白色框的样子就行了 就是左边都是放一堆不同的一些feature 那边放个label 那个label只要告诉你yes or no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类别 甚至更多的类别 只要整理成这个样子 你就有办法很简单的去做classification的动作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叫做Live SVM的东西 那Live SVM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读进来以后我们把资料分成一个training set 跟一个testing set 那刚刚就讲说因为在机器学习的时候 学习都需要去观察一些事件 那这些事件的话才会造成这个model学习的一个经验 所以呢我们把training set丢进去这个SVM 然后现在就可以用这个model去做一个预测的一个东西 那预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叫做 这个true positive跟这个full positive 就是真的是真的 跟那个假的也是假的 这个正轨性跟阳轨性的东西 如果说今天有分辨出来 就是正确答案是no的话 有1183个人 可是你prett也是no的话 也是1183个 这代表说no的话也是no 这就是分辨正确 那如果说今天答案是yes 可是你分成no的话有99个 那no的话 然后就是辨认成为yes的话有27个 然后yes你辨认成为yes的话有47个 我们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table出来 那其实用上面那一行其实就做出来了 那做出来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会去算一个叫做 receiving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的东西 那这东西呢 其实就把刚刚的false positive rate 跟那个true positive rate 我们做在这个图上面 那这个图的话其实呢 只要代表说 如果说画一条对角线来讲的话 越往左上角的话 它的那个代表说整个预测的效果是最好 那这个线的话它所涵盖的一个面积的话 我们叫做AUC 叫做area under curve 那就代表说 你今天这条线下面的话 所包含的area越大的话 就代表你的预测的效果越好 也就是我刚把这些资料丢进去以后 我得到我的AUC是0.88 代表这个预测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它的error 也是比较少 那通常其实做这论文的时候 然后你做到这边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拿到你的硕士论文了 那剩下你只是跟教授解释讲说 为什么我觉得用这些feature是正确的 对 然后还要记得就是 口试的时候 要买好一点的水果跟食物 OK 那接下来就讲到 就是有关support vector mushroom 刚刚介绍到111071 然后LibSBM 这是台湾自己发明的 台湾之光 林志任老师实验室发明的 不过是套这个package 也不是他们做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Kernel Lab KLAR 还有 也都是做各种不同的一些SBM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叫RDE Tools 可以去做一些model selection 跟predition 那接下来有关Dimension Reduction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 在那边选的一些feature 可能太多了 那这些feature 可能有些共同一些相关的一些因子 那我们必须把这些因子给拿掉 那为什么拿掉呢 因为就是说你在CPU在去运算的时候 速度可以更快 然后可以减少你的memory的usage 那所以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话 数学上它会产生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去解释这群资料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一定不是讲说 我们只要把Dimension 去做Reduction就好 有时候我们希望说 把这些Dimension 看是不是可以合并成一个新的指数 那这边我们就做个好玩的一个事情 我们这边取的就是那个天下杂志 在2012年505期的时候的一个资料 它这个地方有去分什么幸福利啦 经济利啦 什么各种不同的利这样子 去评断每个城市这样子 那地方的话 我们去算一个叫经济利的东西 这边我们取三个数值 一个是盈利事业销售额 经济发展支出占税出比例 还有就是收入者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那这地方呢 我们也是透过很简单的一些Rcode 就可以把东西的话 就是画成就是不同的一些Component 那从这个地方的时候 Component的话 这边就会把这些Component的东西 稍微做个叙述一下 然后这个Variance的话 就代表说 可以代表说 越大的话就代表说 它整个东西 它这个Component的特征性的代表性 其实越够 它其实也就是所有这个Model 一个EigenValue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画一条线 也就是说大于1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Component1的话 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可以去诠释整组资料的 所以我们这边画成一个ByPlot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下面的话 是Component1 然后左边的话 外轴是Component2 我们可以把这些上面的那些原本的Feature 比如说销售额 支配所得 经济支出这东西 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Maping 然后会知道 会画出这样子的一个二维的一个图 但这二维图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说Component1是比较重要的嘛 所以我们把这东西呢 就是全部再对应到Component1上面去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是讲说 今天我们可以算出一个经济战斗指数 由此证明台北市不愧是天龙国 经济数据都比其他县市来得高 那剩下其实有些数字因为X轴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全部显示 不过大概会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东西 就比如说桃园线的资源 其实是比台南市要来得多的 然后云林线、华年线、宇南线 嘉义线看起来稍微比较不有钱一点 OK 那其实做这种Dimension Reduction 就是出了一些PCA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做Multi-Dimension Scaling SVD或FACE ICA 那这些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待会给到我们的摊位 然后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跟研究 然后最后是Clustering 那Clustering的话 然后就是最好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叫做进朱者赤进木者黑 Brush of a Flayer Flags Together 那这东西的话我们可以用在 就是所谓一般的一些客户分层的动作 那客户分层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取得一些客户的资料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拜访的时间 他的平均消费 然后他的那个 就是使用我们的年限 还有就是他的一些Edge 我们希望能去把这些东西就是给分在一起 那这地方我们想说一般的话去分群 不管分成几群的时候 大家就有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东西该分成几群 所以我们先把东西 化成一个Hierarchy或Clustering 然后大概在Height维持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四条线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大概的 把这个资料分成四群 不过这是很Roughly的 有其他方法可以去Estimate 这边就没有去想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讲说 OK就把群写成4以后 然后这边做个Cartre的一个Function 他就把资料就自动就分成四群 还会帮你把红线标上去 标上去以后呢 我们知道有四群以后呢 我们就把东西给丢到 K-Means Cluster上面 那K-Means Cluster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资料 大概依不同的颜色 标成不同的一个四群 那这边的话 是以VzTime跟Average Expense 来去做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东西做一些 Dimension Reduction 和换算成不同的Component 然后每个Component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算出讲说 在每一群中他们的一个Centroid 然后Centroid的时候 还有就是这些群 到底是靠近哪个地方 所以以后如果说 那个新资料的话 分成紫色的话 可能就是在紫色那一群 绿色就是绿色那一群 那其实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这些群 然后去做各种不同的 客户分层的一些探讨 那比如说小孩 就喜欢买快乐的同餐 当然就喜欢买大麦克餐 之类一些东西 反正Marketing 喜欢做这些事情 OK 那这边有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去做 比如说Colonial Lab FEPCC跟DB Scan 这些东西去做Clustering 这些Method 那最后呢 其实大家都会有个好奇 就是说 那Machine Learning做这么久 为什么我做的效果 就是比别人差 那其实有些方法就是说 第一个你的Training Sample不够 那就是增加多一点 Training Sample 第二个的话是说 你的Features 其实是比较太多了 有些东西其实都有相关性的 你没有把它去掉 所以可以做一些Dimension Reduction 东西就是 换成一个新的一个Feature 以后来这边使用 那第三个的话是说 你今天用的Feature 就是扒杆子 打不着关系的Feature 你还是把硬栏拿来用 那你就错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拿一些 更多的Feature 来去宣布这个资料 那第四个的话 就像说 一般的一些Function 好像我们刚刚在Regression 讲说 你可能一次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Model 整个东西的Regression 你可能用二次三次 或四次以上 去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是说 你可以去做一些 调整一些参数 或者一些Kernel 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 我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说 是一个Overfitting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把资料 分成是一个Training Set 跟一个Testing Set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就是Arrow Estimation 然后如果说今天你发现 你整个Training Set 里面的那个Arrow 都很低 可是你发现一个新资料 Testing Set 它的Test Arrow 是很高的时候 其实代表说 你做整个Model 其实就是Overfit了 所以呢 最后其实就Recap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说 资料整理很困难 但是资料分析一定要简单 所以用R来就对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David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请问现场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好 哪个最先 您好 您刚刚提到Big Data 那我想请问一下 R它可以Scare 就是例如说 像R这种 它都在一台脚上跑 那R这种 我们会说 用Hardot或其它 可以端的 把你直接搭配 有种勇敢的尽量 也不说用很少 有感的尽量 直接让它 可以床在一段 那 那 那 因为我刚刚好像 用网络开给你 就是用 用机器人开给你 然后把它更好 那 那 如果这些事情 如何做到 比较有多大 所以 好 谢谢 那其实这个东西问题很好 那其实你可以去 关注一个专案 叫做R Hadoop的 它其实就是有 把R跟Hadoop 之间做一些 结合的动作 那这东西的话 我们目前没有在用 不过这个东西 开始渐渐会有些发展 你可以去关注这个专案 好 那请 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请问现场大家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OK 好 那 诶 请问 OK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依各种不同 学术单位 或者是 投入的人来分 像是Mailab的话 其实影像处理这一派的人 大部分都会使用Mailab 所以他们其实开发的时候 做任何影像辨识的一些paper的时候 都会开发就是Mailab的一些图 所以 大家都往那边集中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Mailab 在关于影像辨识这边图就越来越多 所以做影像辨识的人 都会开始使用Mailab去做这一套 那 其实R话是比较偏统计学家在做的 所以 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说 不想让你去写一些程式 而是用一些简单的方式 去做一些analysis的动作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 统计学界大家都用Mailab 雖然我以前也是用Mailab 不过 其实你可以去看 其实还是有去分不同的族群 大概统计学家会用R比较多 然后做这些影像辨识的 大概是用Mailab比较多 那其实现在工程师们的话 大概是用Python 是做比较多的事情 对 我们好像还有时间了 所以还可以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问一下如果像你刚刚讲到 Overfitting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怎么处理 Overfitting的话 其实的话 那第一个我们讲说 要怎么去estimate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一个training sample的话 我们先去 先去 去做一个就是 Arrow的一个function 比如说去做 MAC Min2Arrow的东西 然后去针对就是 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的时候 都会去做一些 Arrow的一些判断 那一般的话是说 可以 我们去判断说 这东西有没有Overfitting的话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training sample跟testing sample的Arrow 去做个比较 或者做一些close validation的东西 大家就可以判别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 你今天是有一个 Overfitting的时候 那就是 你就去检讨说 刚刚你在用的一些model 比如说 比如说 刚刚讲说 在做regression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你把order 提得越来越高 可能四次五次的时候 其实你针对整个model 就是有个很好的 一个诠释的空间 在training sample上面 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就像比如说 刚刚比如说 你跑三次四次五次的时候 可搞不好就是说 其实真的情况下 其实应该就是属于 在二次的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那个user 你可能Facebook的friends越多 可是其实你的那个东西 是应该要下降的 可是你为了就是 要去把东西就是 就是故意去塞在你的那个 让你的model 看起来比较漂亮 所以你就故意 就是把你的那个次数 就可以提高 所以的话 你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就是error判断 然后去决定讲说 你今天用的这些order 大概是要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合理范围 那就再 来 来 来 请 OK 那其实像比如说做像 其实都有很多最佳化的tools 那比如说像在regression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参考 GAM这些东西的 那它其实就是 跑多次迭代的方式 Iteration的方式 然后会去算出就是 比如说error最小的 然后得出一个parameter 可以去用 所以就可以看比如说像 GAM这些package去用 那像classification也有相关的一些method 都可以来问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然就请你们两个都问好了 商业应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有做过一些 像是统计分析的时候 比如说以前都会问讲说 那为什么取1000多个sample的时候 然后它的那个标准误差率 就小于比如说3%这些东西的 所以以前的时候 然后这个 其实你把sample数拿到越高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都不会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一般的时候大概说 大概1000多个sample 其实大概就可以变成很有效 就可以做成很有效的一个model出来了 那当然如果是说像做一些 B data analysis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并不只是去统计去算出个趋势 而是我们是更用比如说像datamine的方法 就是把每一笔资料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分析 所以你分出来的这些model 其实是更general的 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子 做一个统计的趋势 就可以叙述怎样的一个model 这个问题就是 平常是用主要的ID 就是开包盘 就是开包盘 OK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用RStudio这个东西 那RStudio的话 呃 示范一下 RStudio的话 这一套的话 其实是目前大概做的东西 那它除了可以装在单机板上面 可以装在server板 所以的话 我们这边其实 平常时候也会有加个server 然后上面去server RStudio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的话 它界面的话 其实就有分成像是一般的history 还有比如说 看比如说你想知道什么 fitting linear model怎么用啊 这东西都可以在上面使用 然后可以有些workspace 还有些console的地方 去操控这东西 所以目前的话 用这东西是最好的IDE 叫做RStudio 好 那谢谢David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参与 请大家再掌声 感谢David的分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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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